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我觉得应该先拆这个绿色的吧 然后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撕开 我感觉需要一个小刀 哇哦 把这个外包装真正撕出来以后 感觉里面真的很漂亮啊 诶 但是里面好像是有东西 小朋友看到里面是有一个好像是粉红色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怎么打开呀 不会流出水吧 嗯 下面是封着一个东西的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拆下来 哦 可是可以拆的 诶 拿下来了以后有一个说明书 加上我们一张 哦 这是收集卡 这个收集卡呢 是说里面会有一些 哦 会开出一些 非常可爱的小动物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 魔法棒吗 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好吧 咧 然后我们看看说明书它是怎么弄的 哇哦 这个刚才我去哥看了个说明书啊 是需要把我们这个打开 然后拧下来 这个撕 这个去哥刚才撕了一下啊 然后为了和大家再看一眼就把它装回去了 然后可以把我们这个塞进去了 里面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动物 这是一个绿色的小羊 那小羊竟然是绿色的 但是特别的可爱啊 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太亮了 我们调低一点 诶 是不是感觉特别可爱 小泡泡们 然后这个小羊呢 是有个红色的脸 这个尾巴也是粉红色的 里面都是水舞猪猪 哦 里面有一种那种特别小时候经常玩的那种吹泡泡那种玩具 有点像那些泡泡水 但是味道还有点不一样 平静的要好的一点 里面都是我们的水舞猪猪 哇 都是白色透明的那种 不是 没有白色 而是透明啊 没有白色 哎 一捏就会爆 但是我不想把它捏爆 这个它真太好玩了 嘿嘿 我们把它放进去啊 好了 不把它放进去 我好不容易把它拿出来放进去 把我的玩具取出来放进去就行 好了 小朋友们 现在我们来拆第二个 刚才我也找到这个 开这个的诀窍了 并不需要剪刀 从这里撕就可以把它直接撕开 嘿嘿嘿 其实我并不太理解这个是完全什么意思啊 因为只懂了一点 它是需要把里放水的 原来是 放水应该是更好看 但是不放水也是没关系啊 把它直接打开吧 然后撕掉它 又是一罐子这种水果猪猪 我感觉这应该是个粉红色的玩具 我忘了把下面这个抠出来了 卡住以后 这个好漂亮 是不是啊 带翅膀的一个小精灵一样 让这个翅膀特别的软 你看都在颤抖那种感觉 一直在飞飞飞的感觉 哇这个好喜欢啊 我们把它摘下来 然后它是可以用这边塞进去再 就行了 然后我们想让它站不着 感觉是不是挺漂亮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第二个玩具 小胖们是不是今天得到的这两个都非常可爱 一个是绿色的小羊 另一个是 这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应该是个小的昆虫类的小虫子吧 但是带着翅膀真的非常漂亮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去哥哥还会继续分享更多好玩的玩具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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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